女人因丈夫出轨提出离婚 却被小三主动告知丈夫离婚前中了700万 女人将前夫告上法庭要求评分 谁之前附近拿出一笔65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 那么这笔前女人还能不能要到呢 2010年 家住徐州的赵玉突然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她的前夫买彩票中了大奖 可以提起打电话的这个女人 赵玉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2004年时 独自在徐州打工的赵玉遇到了做小生意的孔芳 两人情投一合 没过多久就临正结婚了 婚后不久 赵玉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两人为了将来考虑 孔芳决定开个小饭馆创业 谁知饭馆不仅不赚钱 反而欠了一批股宅 更让赵玉崩溃的是 孔芳这段时间 竟然还和饭店的合伙人搞到了一起 这人也正是开头给赵玉打电话的那个小三 你去就是了 就改一下都那个 还有那个女人 到后楼都闹到这种什么地步 都到那个地方去打 到饭店大闹一场后 赵玉就和孔芳分了居 分居期间 赵玉挺说丈夫也没闲着 她先是换了个女人 然后就把小三一脚蹬了 眼看孔芳越来越风流 赵玉也就提出了离婚 如今被甩掉的小三说前夫中了五百万 赵玉第一反应就觉得她是来挑拨自己和前夫去闹 好在一旁看热闹的 于是转头就把这事给忘了 可没过几天 女儿的爷爷在来看孙女时 贱母女俩住的地方竟如此寒酸 便在不经意间说漏了 儿子最近花钱大手大脚的 总是几万几万的往外借钱 赵玉粗类一算 前夫借出的钱少说也有几十万了 还没等她追问 前公公就又说出了儿子再婚的事情 赵玉听完这话 又联想起几天前小三的那个电话 意识到前夫可能真的中了大奖 便试探性地问前公公恐慌是不是中了五百万 结果却更加惊人 一听到七百万这个数字 赵玉马上就给前夫孔芳打去了电话 质问他到底什么时候中的奖 谁知孔芳当即就否认了这事 于是赵玉就真的去查了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就在两人离婚的第十八天 孔芳就以全款买下了一辆价值五十八万的别克越野 随后又首付二十八万买了栋房子 前夫离婚后又是开豪车又是住新房 却让自己和女儿住着两间好像毛皮丝的平房 赵玉此刻非都快被欺诈了 我不管你是离婚后还是离婚前 你到时候有那么多钱买车 我为你要三二块钱的富养 那个转房子钱你都没有吗 三二块钱都没有吗 此刻 赵玉之下弄清孔芳到底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中的打奖 只要是离婚前 按照法律他也能分到一半 为了确认具体日期 赵玉先是去了财票中心求证 结果却被已不能透露中奖人信息的理由给拒绝了 赵玉一气之下便将孔芳告上了法庭 法院介入调查后 才发现孔芳确实中了大奖743万 扣除完个人所得税 实际到收594万 并且奖金的领取时间是在两人离婚的两个月前 这么一来 这笔钱就属于夫妻婚前共同财产 孔芳至少要赔给赵玉297万 记者上门采访后 孔芳倒也没再继续隐瞒 只是开始倒起了苦水 他说自己对于彩票一直是每期必买 而且一买就是好几百块 今年下来 光是买彩票的钱就花了好几十万 除此之外 孔芳说自己这些年除了买彩票 做生意也欠了不少外债 中了彩票后孔芳也没瞒着赵玉 而是把钱拿去还债了 只是那时两人正在分居 赵玉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而已 前来也说 你要说这钱也算了 他只我年没彩票 把他压住家了 还之后怎么能 他所有的账能还起来 这边还差不多了 还剩一元部分 还有没还两个人 咱们再做点剩下来 把那些人带过利息的 什么都给他还起来 还有自己很好的关系了 就是说等一段时间再还 说着孔芳还拿出了 两人的离婚协议 而上面所欠的金额也 让所有人傻了眼 一审过后 法院以孔芳隐瞒 七百万的婚前财产为由 判处他赔偿赵玉母女俩 二百九十七万元 孔芳不负 随即便提起了上诉 他先是拿出了两人写的离婚协议 上面明确说明 双方婚后的所有债务 都有孔芳承担 随后 孔芳又拿出了一份 由赵玉手写的声明 上面写着他承认孔芳婚后 至今欠下的六百五十二万元债务 而上面签署的日期 是在两人离婚的八天前 也就是说 孔芳即便真的中了七百万 他得到的奖金也还不够还债的 更没必要和赵玉平分 直到此时 赵玉才终于明白了前夫的套路 因为孔芳当初做的一只都是小生意 就算让他撒着欢的赔钱 孔芳也绝不可能欠下六百多万 而他当初之所以答应签下协议 是赵玉确实知道孔芳在外面欠了钱 只是不知道具体金额而已 离婚前 孔芳保证赵玉只要签了这个声明 就能保证他们母女俩日后 不会受到债主骚扰 并且孔芳还保证过 给赵玉十万块的抚养费 日后还会再给三万元用于房子装修 于是赵玉就爽快地答应了 而审开庭后 赵玉的代理律师 还是继续拿着婚前财产说事 认为那七百万应该一人一半 可孔芳的律师却更加励志气壮 就是按照法律公平原理 你不可能自相有权力不尽义务 这一方把所有在夫妻关系 所欠的共同债务 还一方来承担 理所当然应该将债权呢 应该是包括奖金 同样也应该享有 双方就这么僵持不下 法庭只能开始调解 而赵玉的小女儿还懵懵懂懂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到父亲 她还很开心地让爸爸陪她去玩 看着可爱的女儿 赵玉也动了侧影之心 她为了不让孩子以后 夹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 于是便主动退让 说孔芳只需要赔一百万就行了 孔芳竟然也立即答应了 只能说赵玉还是心太软了 要知道按照法律规定 夫妻在离婚是有一方存在蛮包财产的 完全可以少分甚至不分 如果真的这样 不知过惯了好日子的孔芳会如何应对 现在 也只能住向赵玉这样善良豁达的女人 将来肯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请不吝点赵玉